樂劇女神 秀宇威 我們歡迎 好 我們先讓我們媒體朋友們 稍微捕捉一下畫面 來 我們看一下前面的攝影道 有需要宇威女神 好 好 宇威這邊 這是什麼 土乳液 聽說你在拍攝的途中 你雖然土乳液都還是可以抱他 沒問題對不對 沒問題 非常親手 宇威怎麼辦 我覺得 我覺得他比你還要受到大家歡迎 好 好 中間喔 好 謝謝 三天生日 生日當天 是不是跟最重要的人一起度過 喔 嗯 跟最重要的人一起度過 嗯 我每一天都在跟我很重要的人一起度過 就是說 我的好朋友們 或者是家人朋友們 對啊 就是昨天 星衣在臉書上面 有PO出一張 男友視角的照片 拍攝照片的人 嗯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大家只要在對面的人 基本上就會是男友視 有收到耶 對 我還沒有收 我可能 可以問一下 所以他有說要送你 喔有 他好像跟我講說還在路上 運來的路上 對 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你都過三天生日了 他竟然還沒收到 對啊 沒有誠意 哈哈哈 沒有哈 就是對 就是他跟我講說就是 是一個滿特別的東西 然後 就還在運來路上 他的路途可能比較遙遠一點 之類的 今天有一個很巧合的事情 你知道嗎 喔對那個電影 老師錄回來 老師 你會不會回來 我覺得 我應該會去看啊 我只要有空的話 我就會去看 因為我覺得 畢竟他是在講台灣 以前歷史的東西 然後非常值得去看 然後看到預告了 我看到了 然後覺得 應該是滿感的 而且他又有正向 就是激勵學生們 要就是 重振自己的精神 我覺得這一點還滿好的 我們還記得還幫他打那個藍頂傑 對啊 我今天晚上 特別幫他做的 就是 只交代對年 然後 然後綁在一旁邊 很酷 然後呢 他很酷 然後 5分鐘他就跑去 等5分鐘就去睡覺了 他是非常有個性的狗 然後 重點是 他很愛耍帥 他非常愛耍帥 就是有看到鏡頭的時候 然後 試玩也都很開心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 哪裡 因為當天其實就是在拍你們啊 對 所以其實科目他們都在裏面 對啊 所以其實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那天本來是在現場 說真的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到底是誰 講的這件事 我也很想問他 就是適合還是不知道 對 還是不知道 因為 因為可能 那個爆料的內容 跟現實 事實不太合 對 然後 就會覺得 欸 不知道這話是什麼 對啊 但是 總之 總之就還是覺得可能 沒有 進到 每個人都開心 沒有讓每個人都開心到 可能才會被講這樣子的話 對啊 這件事其實對我打擊有點大 因為 紐約時裝的時候是我真的 想了很久 很想很想要去參與的事情 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 嗯 原本就是充滿很期待 然後 又很興奮的心情 然後 到那一天 到 好像一下飛機 過沒多久 就看到那個新聞了 其實 當下 真的是情天匹